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专,看看这个熟不熟悉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坤 跟上期视频的一样的场景 一模一样 然后咱们发完这台车上次测试视频之后呢 稍微回点火爆 为啥呢 这个车型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然后今天呢 马上瞬间咱这个90号的车主来了 车主是谁呢 是咱们马埃山的张磊 张磊来了之后呢 咱们来采访一下他 让张磊讲两句 看看他是怎么设计的 他这个年纪是怎么玩法 他有些什么设计理念 对,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来啊张磊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磊 安徽马埃山的 安徽马埃山 你先说说当时为啥要买这个车型 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 大坤讲了很多车型 我觉得这款车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操控各方面 我觉得比较好 这也是认真分析了一下是不是 好几款车 我们也不能说别人不好 我觉得这款车 各方面性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选择这款车 就是你看了一下性能参数 对对,看起来感受也不错 也不错是不是 对得起它的价格 对对,稍微偏贵一点 对对对 然后呢,你的用途是怎么个用法呢 我主要是带孩子玩 带孩子玩 带宝宝 我今天七岁 马上一年级了 就是趁着个暑假嘛 就来出去玩玩 主要就是我们两个 有时候待老婆 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两口 嗯,节假日的车 对对对 就像奖励孩子去的 对对对对 待着出去走走看看嘛 今天今天大好河山 一听讲爸爸买房车了 全校都知道了 全校都知道了 说爸爸买房车了 那真是高兴是 嗯,那肯定的 就是在我那个年纪 要是我爸买房车了 你也得说一下 我们整个 整个哈尔滨市 太平区都得爆炸了 哎呦天 有个扫尔纳就不错了 有个扫尔纳是不是 真是真是这么回事 那给我们讲讲呗 就是怎么设计的 嗯,就是 小庄你在前面 行 对,然后 对,在你 哎呀,您擦这块干净的 那我坐这了 坐这就看好了 我当时就是看视频 看到有一款那个 是王叔还是那个扑鲁 王叔是谁 就是好像你们改的最顶配的那个 最顶配那个是张鼠 张鼠是吧 对,张鼠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扑鲁 然后这款车 它改的非常好 然后我主要就是 想按照那个方案来改 就当时的那个 他那个布局是不是 对,我觉得挺喜欢 然后当时我来的时候 不是要布置厨房吗 什么什么东西 当然大坤也帮我介绍了一下 嗯,有的东西功能呢 他给我分析了一下 有些功能的优势或者劣势 我说的 嗯,然后我比较听大坤的建议啊 就有些东西是要的 有些东西是去掉的 啊 就是但是我们探讨了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张磊来的时候说 他想要一个东西 但是我跟他说这东西可能是 有些壁端的 对,他的优势在哪 然后自己最后做一下选择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做一个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 他虽然好看 但是实用性比较差 因为他没有储物空间 对对对对 因为就像我们装修 你们知道 家里刚开始你觉得挺大 到后来的话 空间越来越小 东西会越来越多 嗯,所以我就觉得既然玩 还想的比较长久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放弃了 所以还是做了一个比较传统的 固定床 对对 咱们叫后置横床 嗯,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话睡就不用抽拉 两个人三个人的话 对,它上面是能抽拉的是不是 快一米九吧 达到 嗯,差不多 一米九 应该比家里床不小 应该是,对 一般家里床也没有这么大 对,一般一个人不用抽拉 一个人可以是不是 然后咱对卡座是能变床的 对对对 对卡座的话是折叠以后可以变个床 对,刚才我跟张磊演示了一下 应该是还不错 长度啥的都够用 对对对 嗯 然后上面的储物空间还是挺大的 对,然后储物空间当时大空间跟我讲了 如果你想要大一点的话就是一码的 但是的话会影响点这个 会影响这个头部空间 所以说做了一个错层 对对对 有些东西还是 这个是三四五 有些东西怎么讲 还是你们改的比较多 有的经验的话 你们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也比较 珍重你们 我们还是开放各种思路让大家去设计 然后咱们商量着来 就是在家里想的和到这边来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想了一个方案 可能你要多想几个方案 来到这边来做选择 我叫大坤 你们商量着来 就是看到一下 看到一下 再再问一个 另类一点的问题 你怎么看待 就是咱们这个 我跟张磊一边大 我俩都是这个1990年生的 都是数码的 都是数码的 就是很有很巧很有缘分 你就怎么看待 咱们现在这个年龄 这个人群 去玩这个东西 其实原来的话玩房车都觉得应该是退休的年纪 是不是 但是现在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嘛 就是像我们90后80后 甚至有的95后 慢慢的就是玩房车 有的甚至在玩更高的暗点的越野房车 就是接触的越来越多 不是像传统意义上 我的退休了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玩法不一样 就是可能周末 节假日 带着孩子或者伴侣出去玩一下 他们那种就是长驱旅居 那我们目前是打不到 旅居肯定是不行 因为时间不允许 对 也就是说咱们90后 现在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然后我们自己能赚钱了 我们也会去享受 是不是 也会去丰富我们的这个生活 挣钱的目的是什么 挣钱的目的是享受生活 挣钱的目的是享受生活 对不对 你看我跟小钟 现在挣钱的目的就是 服务 存钱 你们现在是服务大家 在服务 如果你们都出去玩 那像我们也就不知道去哪改 我也关注了几个抖音 也有比较小众一点的 也有就是改装厂 最终选择大坤 我觉得大坤这人比较实在 第一天 应该是五月份来 我跟大坤就聊 聊这个 这个 这个改装 就是我觉得大坤这人比较实在 他很多用词 他不像人家说什么 就是我 这个是我发明创造 大坤从来不用这种词 就是就是包括我五月 五月份来把车丢在这边 跟大坤把方案说好了以后 我提了几点要求 大坤也讲 我尽量满足你 他不敢说我百分百 我把这事一定做好 就是我觉得 就是做事 就是不要把话说满 说满的人 我反而不放心 就是就是我通过两个多月等待 然后车改好 基本上可以打九十五分以上 九十五分 胡招 九十五分以上 不可能 不再有安美的车 不可能有百分百的车 就是大家也有个心理的预期 只要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就可以 那就是这么老远 再讲一下具体 是不是 阿徽马安站到这边 两千五百公里 两千五百公里 四趟 四趟 来回 来回 我当时跟你讲了一个 我觉得 就是你要对得住我 这么这么老远来 相信你 信任你 不要让我失望 我现在我觉得改完了 今天提车 我觉得大坤没让我失望 没事 你要是失望了 你要是失望了 我就上你家跑速道 咱开车就上马安山 来回跑速道 欢迎到马安山玩 这个 说得非常好 太好 然后大坤都不知道说啥 对 我的一脸哥们词哥们上了 这一来年轻人 我这就不行了 你俩不一边大吗 是 那我们不属于年轻人吗 是 是 我们属于90后的代表 现在整个社会的中流底路 是不是 给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人 要精力有精力 要体力有体力 要头脑吧 还能多点三脑 这是我们90后啊 可不是像以前 大家一起90后是小孩了 不是了 现在是大人了 你那镜头又该擦了 这就不太感觉 挺清晰 那就感谢张磊吧 行 好不好 好的 这个车的配置 咱就不用说了 这个全车是48V15度电 水电齐全 然后1300瓦的突然太阳能 全车的石木家具 当然后期呢 张磊在里面做一些这个软装饰 是吧 点缀一下 这个东西就更完美了 对 到时候让张磊给咱们回传点照片 然后在这个全国附近 一旦要发现张磊这台车了 可以跟他打包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从咱们困窗打出去的车 大家都是一家人 好不好 互相学习 互相探讨 对 那就这样吧 好不好 拜拜